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拒绝做韭菜,我是何彬 在这个频道里呢,我将和大家共同交流自己的投资感悟 总结失败教训,和大家一起探讨价值投资 让我们共同成长进步,让我们拒绝做韭菜 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新闻,刷爆了整个投资界 就是股神巴菲特,清仓了所有航空公司的股票 大家都觉得连股神也被割韭菜,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其实在我看来呢,投资本来就是一个概率的游戏 犯错是投资的一部分,能够及时认错并且止损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那么巴菲特对航空的投资呢,其实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前后横跨了有20多年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1989年到1998年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2016年到今天 1989年7月的时候,巴菲特花了3.58亿美元 买入了美国航空年利率为9.25%的可转换优先股 那么这对于巴菲特来说,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交易 可转换优先股呢,是巴菲特非常擅长的投资策略 下有保底,上不封顶 在转为普通股之前,基本上相当于债券 每年获取9.25%的利率 如果呢,股价上涨了60美元 可以转换为普通股,享受股价上涨的一些收益 然而事与愿违 在1990年到1994年 美国航空累计亏损了20多亿美金 那股东权益呢,几乎耗尽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呢,美国航空宣布停止发放特别股息 这个呢,让巴菲特非常的恼怒 于是呢,在1994年底的时候呢 他的这笔投资的账面几乎损失了75% 那隔了一年,也就是1995年 巴菲特呢,又试图按照票面打折50%的这个价值出售这笔投资 但是没人愿意买 1990年的时候呢,巴菲特希望美国航空回购这笔可转换优先股 但是呢,也没有成功 直到8年后,巴菲特呢,才终于收回了这笔投资 是在1997年 当时呢,这个股价也从4块涨到了73块 在1998年的时候呢,巴菲特卖掉了美国航空的股票 大赚了一笔 尽管在这笔投资当中呢 巴菲特还是赚到了钱 但是呢,他认为这是他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在1994年至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呢,把他称之为自己草率的分析和自大的心态 竟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航空业居高不下的成本问题上 而呢,在1998年佛罗里达商学院的演讲中 巴菲特更是坦言 自己买美国航空 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生意 而是因为它便宜 这笔生意呢,虽然赚到了钱 但他承认也是因为自己运气比较好 股神当时就表示 说这样的错误,他过去犯过 而且将来可能还会犯 后来这笔生意居然还赚钱了 确实是因为运气好 只是因为人们恰好在那段时间特别看好美国航空 我记得本人在早年还刚刚接触股票的时候呢 曾经接触了中国华夏基金的创办人范永红 当时呢,他问我关于一些股票的一些看法 我随意就说出了这个语通客车 然后他就说呢,这只股票你应该能赚到钱 然后我又收了一只股票,就是南方航空 他说航空呢,不值得投 那当时我就问,非常好奇 觉得这个航空股为什么不值得投 大佬应该觉得一言难尽 只回答了两个字,呵呵 还记得另一位大佬 维珍航空的创建者理查德·布兰森 也说过一句俏皮话 他说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百万服务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成为亿万服务 然后再去购买一家航空公司 究其主要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 航空公司的资本开支过于庞大 再有就是航空的产品呢 也是高度同质化 每家航空公司几乎都提供相同的服务 这使得差异化定价非常的困难 航空公司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座位 编辑成本呢几乎为零 多卖出一张机票就多赚一张 也没有办法储存 起飞后呢就作废 这导致航空公司有强烈的动机 降低票价 再加上一些廉价航空的崛起 使得价格战呢更为的激烈 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在1979年之后 整个行业开始由盈利转为持续的亏损 在1979年以前 行业仅出现过三次亏损 而到了1980年到2010年 美国航空业30年中有15年都是在亏损 所以股神其实知道航空并不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呢当时美国航空的股价呢 也确实非常的便宜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 便宜绝对不是你购买一家公司的正当理由 股神的这波操作 其实对我们也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警示作用 首先呢它及时止损 避免形势继续恶化 达到不可控的地步 那么到底应该在何时卖出股票呢 不管什么时候 当你考虑卖出一只股票时 我觉得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否犯了某个错误 因为在第一次评估股票的时候呢 可能会遗漏一些东西 比如说公司的经营状况 再有呢就是 公司所处的行业的竞争的激烈程度 或者是高估了公司发现新增长点的能力 总之呢就是你买入这只股票的理由呢 已经不存在了 股票就不值得再持有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最初分析的是错的 那么卖掉股票也许是最正确的选择 第二点 就是基本面是否已经恶化了吗 比如说公司经过几年的成功之后 那么发展速度呢 已经慢慢的降下来了 各种迹象表明 到了重新评估公司未来前景的时候 如果公司这个时候 基本面已经发生实时性的变化 那么就是该卖出股票的时候了 第三 就是股价是否已经远远高出它的内在价值 比如说 当市场情绪非常乐观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股票的估值远远高于它的内在价值 这种异乎寻常的高价 即使是最好的公司 也应该适当的卖出 第四点 就是你还有更好的投资吗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还有更好 更为稳妥 估值更低的一些标的 那么你呢 也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下你的仓位 卖出一些你现在所持有的股票 最后 就是你在这一只股票上 是否投资了太多的钱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卖出理由 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 在投资组合中一只股票不应该超过它的15% 但是呢 这个呢 还是因人而异 总之 最主要的原则就是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呢 股神的这波操作呢 也许是看到了 由于冠状病毒 导致的 美国 以及未来的航空业 有着非常强的不确定性 所以呢 整个它的基本面 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在抄底失败之后 及时的认错 及时止损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的 连股神都有犯错的时候 所以就意味着在金融市场上 犯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犯了错之后 知道总结错误 然后呢 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 那么这些呢 显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请大家订阅 点赞 评论 分享 谢谢大家